第二位 第三位呢 也是第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 然后呢 他的作品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太多了 笑江湖啊 笑江湖啊 还有笑江湖啊 好 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霍建华 华哥 大家好 我是霍建华 然后非常开心 能够第一次来到大本营 我听说你不只是 第一次来大本营 你连综艺节目都很少上 为什么 你小的时候我访问过你 我知道啊 我当初就是第一个节目 应该是你主持的 我现在既然这个霍建华 已经到这个我们这个面前了 那这个 这一小季好不好 只要你好就好 你好就好 其他的我不计较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 那么多年都没得见 这是何等的缘分 是不是只上过两个节目 真的 你记得我 你该不会是 你该不会只上 有谢娜的节目吧 没有没有 不要这么说 因为其他主持人会不开心的 开玩笑 我刚才记得就是我常常在家里面看你们的电视 哦 是 谢谢 都怕你们应该已经忘记我了 那你想 不会不会 你有欲望来到我这个节目吗 你们说你比如说 我也很好奇 你为什么这次会答应呢 你也不在宣传期 你为什么要答应我们 我是宣传期 你是宣传 你要宣传什么 对不起啊 我以为是我们的个人魅力 自然的吸引 你想到是虾察期 没有没有 没有 何老师 是宣传期 那问题也不用问了 就是因为是宣传期 但是我的宣传并不多 就是通告并不多 所以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大饼好好宣传 因为你本来就宣传不多 快说一下这个作品是什么 电影对不对 电视剧 电视剧 一句都没问 何老师 一句都没问 这叫一句差 句句差 其实这样 大家印象一定会更深了 我们霍建华同学的这个电视剧 要上映了 是在我们台 不是 这叫一句差 句句差 句句差 哪句在 这么多年不上终于节目 是有原因的 也看得出他的效果非常好 好